- 大家好 歡迎來到VOLVE Channel 我是Infernal Chaos的David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這把Grasroot的G-Snapper G-Snapper G-Snapper 以前我對G-Snapper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只是有著ESP的外型 然後掛上G-Snapper ESP附廠的名稱 但實際上在手感上感覺不太到ESP設計的精髓 新版的Grasroot我剛剛第一時間談到它真的讓我很驚訝 因為它的情景握起來感覺跟我自己ESP版本的Grasroot真的是非常像 紙版的邊緣還有Fret邊緣的處理也都做得很好 彈起來真的是非常順手 這次會介紹的有G-Snapper還有G-Snapper 2 兩者的差異在於G-Snapper是護板搭配單單雙的配置 而G-Snapper 2是雙單雙沒有護板的配置 在Finish上面G-Snapper有傳統的虎蚊蜂木Top 還有亮粉金蔥的烤漆兩種版本 G-Snapper 2有這種Ash還有Burl Maple的兩種款式 那兩種它都有配Paul Farrell或是Maple Fretboard的版本 這把G-Snapper它採用的是Ballon的設計 那大部分人對於Ballon的傳統既定印象就是它的高把位會不好彈 但實際上這款G-Snapper它是直接沿用ESP的T型的這種設計 然後這裡也有削切下去 所以在彈高把位的時候其實是非常順手一點都不卡手的 再來是同樣會影響到手感非常大的一個要點是它的Bridge 那它的Bridge採用的是Wilkinson的琴橋 有別於一般低價型會用到的琴橋 它的Saddle還有邊緣的倒角都有處理得很好 所以在彈的時候非常順手不會有那種螺絲突出來刮手的情況 在實音器控制方面呢 G-Snapper跟G-Snapper 2它都是五段的實音器切換 一個Volume一個Tone 然後Tone可以拔起來做單雙切換 所以呢對於想要玩各種曲風 比較全方位一點的樂手來說它是非常適合的 或是對於一些喜歡比較傳統造型的樂手 又想要有更舒適的彈奏手感 跟全方位的音色切換 對這些人來說這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再來另外一點是 G-Snapper跟G-Snapper 2 同樣都採用了Wil Truss Rod的設計 不像傳統的琴 一定要從琴頭把這裡的蓋子拆開來 或是把面板拆下來 甚至把整個琴景拆下來才能調整 這個Wil Truss Rod 只要任何插得進去的工具都可以輕鬆做調整 但是要注意太粗的可能會插不進去 如果對於Grassroots全系列有興趣 想要試彈或是購買的朋友 歡迎找我們的代理海國樂器做詢問 這裡是Valve Channel 我是Davis 大家下次再見